早晨,各位,今天是9月5日星期三的早上 加野美股方面都是疲弱 今日人民幣早市又是向下 落下6.85 附近的水平 A股方面,暫時都是要回落 港股低開低走 現在跌超過200點 大約在27,700點左右水平配匯 後市都是要審慎,都是疲弱一些 留意星期四,即是明天 美國方面很可能對華施加一個新的關稅措施 都可能打擊大市的氣氛 但繼續審慎 大市暫時抗市的主力都是看回長和和長實 因為集團方面是繼續回購顧分